情绪有些压抑 觉得自己不应该把情绪随意表露出来 并且好像只有努力的工作 事业上得到提升以后 自己才会有安全感 所以今天与人沟通的时候 几乎都是围绕着工作和事业的发展 月亮进入摩羯座并与水星合向 虽然是周六好像还是离不开工作的话题 沟通的时候会尽量让自己的情绪隐藏起来 用理智的态度与他人进行沟通 而对待工作则是务实认真的态度 思考问题会从实际出发 并以成功为最终的目的 这样虽然看上去有些功利 但却能够体现内在的价值 同时仿佛只有将情绪隐藏起来 并努力地工作才能满足自我内在的安全感 本集完 本集完 这种方式的方式的方式